隨著英國央行緊急干預購債救市 全球債市回暖 美債殖利益也稍微下滑 昨天美股是開高走高收紅 台股今天也是開高震盪小漲 可惜中場收了一個黑K 股民的信心潰散 踩踏效應多殺多浮現 現在你手中的股票 帳面虧損該怎麼處理呢 破底時我們要趕快逃 還是板彈先賣先贏呢 昨天提到的融資維持率遞減 請大家好好檢視你手中的持股 那現在大家不管是好股壞股 通通都在殺 壞股票被殺掉不要緊 那好股票被殺掉就很冤枉啊 您知道你手中的股票是好是壞嗎 被錯殺的好股票今天點點名 請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股社炒店投資不斷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節目現場我們邀請到的是 陳維泰老師老師好 Coco好大家好 老師今天指數呢非常開心是收漲 可是呢這個K線是黑了耶 嗯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咧 嗯 早上啊一度出現這個開高然後走高 但是很不幸呢在10點之後 我們看到價權指數就開始溜滑梯 對呀溜滑梯溜滑梯 然後碰到平盤再往上彈起來 還好有收紅喔 如果今天收黑就麻煩喔 今天是收黑但是收漲 對的今天如果今天他收跌就麻煩喔 OK但是他今天是收漲 所以今天其實有一點點就是後繼無力的感覺 那後繼無力的原因是什麼 我想其實跟今天的電子股的成交比重 仍然只有5成有很大的關係 對如果電子股仍然還是這樣持續的肌肉不振的話 那麼這個台北股市要在短時間之內看到有空轉多 我覺得機會稍微小一點點 是的而且呢還有後繼無力呢來自於什麼呢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多投信心潰散踩踏效應多殺多浮現 不管呢好股壞股都通通一起下殺 那我們現在呢手中的持股到底該怎麼辦 是面臨呢破底的時候要趕快逃 還是反彈的時候先賣先贏呢 那剛剛有提到呢因為不管好股壞股通通都是一起下殺 所以呢有一些股票就是好股票真的非常非常的冤枉 所以今天呢幫大家抓出這8檔好股票 接下來呢來看一下我們今天大盤走勢 那剛剛有說到呢英國央行就是美股跌升反彈 台股今天也是開高震盪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當中呢早盤是大漲呢超過180點 隨後賣壓湧現翻黑 五盤之後呢奮力想要回到平盤之上 但最終呢還是敵不過賣壓中場呢 是收在13534點 小漲了68點 漲幅為0.51% 成交量為2131億 收了一個黑K 那盤面上呢像是鴻海 台塑四保還有金融股市比較撐盤 蘋果電動車概念股呢也有獲得買盤的點火 那另外呢行政院呢也正式宣布了 在10月13號要啟動0加7政策 正式要開放國門了 所以呢像今天的華航長榮航大漲 觀光股呢也是同步的有表態 貴買的部分呢漲幅為1.39% 成交量為584億 三大法人今天外資呢是小麥台股13億 投信是持續的買超台股 今天是買超15億 總合計是買超7億 老師大家就想要知道啦 因為現在呢大家手中的持股 帳面上呢好像就是虧損了 那像今天反彈呢在找盤上反彈的時候 大家就會想說啊反彈就是要賣 我呢今天止损比較要緊 那破底的時候我也要逃 所以不管呢破底啦還是反彈啦 我都是要馬哈賣股票 你覺得老師這樣是對的嗎 我覺得要看個股的一個狀況喔 因為這一波啊其實剛剛這個 Coco一開始就有講說 現在是屬於多莎多的踩踏效應 OK 那麼這多莎多其實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為融資余額這邊出現持續性的減少 也就是說有部分的個股 融資維持率不夠 所以被迫要去做一個所謂的停損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說公司的基本面其實還不錯 但是他現在呢因為這個融資必須要被停損被斷頭 所以造成他的股價往下跌 然後去跌破前低的話 我反倒認為這種的一個個股 不需要急著去做一個殺低 因為一旦殺低完總是可能因為 短期上面的一個賣壓消失之後 他就會出現快速的反彈 那很可能我們就會賣到所以低點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 要看一些所謂的一個個股的一個下跌的一個情況 那剛剛其實Coco也問到說 哪一些的個股他破底 反彈不要趕快逃命 哪些個股反彈要先賣先贏 其實說真的 這一次的一個拉回 是屬於高檔個股跟低檔的個股 他同時都一起殺 對 大家說什麼無差別的殺盤 對 沒錯 無差別的殺盤 我現在說的事情是 如果說今天 殺盤的一個重心是在高檔股 例如說前陣子的像是這個宏達電 他那個頭形似乎是剛剛成形 剛剛跌破了這個月線跟季線 類似這種的一個個股 因為他同步剛剛成形 所以呢 他可能反彈上去會面臨到層層的一些解套性的賣壓 所以這種的一個個股 相對高檔的個股 頭部剛剛成形的個股 有反彈 我會建議先去做個解碼 但如果他已經跌了一段 跌兩段 跌到三段了 這種個股 我就覺得不需要再做殺低了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 剛起跌的我們就是要把它解碼 是 然後已經跌了很久了 這種就不要去殺低 不然有可能賣在阿呆股 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大家就會想說 那 好 那假設賣在阿呆股 但那個股票呢 是比較好的股票 因為好股壞股 都是無差別式的下殺 但是如果今天我想說 我的股票是好股 但被錯殺了 我要什麼時候來做承接 好 我們在講說股價 它要落底之前 勢必會出現就是 第一個就是賣壓的一個縮手 如果說賣壓還會很重的話 那基本上呢 它可能就不會這麼快的落底 所以我們會特別觀察到就是說 它假設真的要落底了 它的跌是因為趨緩 或者是說它的這個K棒 假設是黑K的話 它黑K也不能夠像前兩天一樣 這麼長的黑K 10K不能太重 對對對 它可能會變成這個小黑K 或者是流下影線 有這樣子的一個 止跌的一個現象 我們才能夠說 它可能接下來要去做止跌 那今天算嗎 今天說真的 它這個有點點 止跌力道不足 為什麼 因為今天今天是收一個 就是小十字線 它沒有收紅K 好可惜 有點可惜 如果今天是屬於 收一個漂亮的紅K 而且是往上收高的話 或者是我們講一個 比較精準一點的 它的收盤價 能夠突破前一天的這個 大黑K的二分之一的話 就代表昨天的帶量瞎殺 可能至少有一半的人 解套了 對解套了 或者說有一半的人是 短期上面是獲利的 OK 那我們最怕就是 就是我一直買 一直套 一直買 一直套 那套到最後 我就會變成我要去做停損 所以只要有出現這種 所謂的一個 短時間之內 也許三天 也許五天 不要再跌過前次的第一點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它就有這個短線上面 去做止跌跟足跌的機會 是 那所以呢今天算是 止跌的第一天 所以明天還有一天 下個禮拜一還有一天 所以大家一起好好的加油了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有一些冤枉的股票 就是被錯殺的好股票 今天老師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被錯殺呢 嗯好 呃 很多人呢 就是用融資去做 投資股票的一個動作 對 可是我們知道融資 基本上就是跟 券商借錢 然後去買股票 然後你出部分的錢 然後券商出一部分的錢 OK 可是如果說股價 他就跌跌跌跌跌到 你所出的那個錢 已經快要賠光了 這時候呢 券商就會叫你去補錢 而你補錢 這件事情 如果你補不到位 或者是你補得來不及補 他可能就會這個 就被券商去做一個斷頭 OK 所以其實融資 他在這個 一旦個股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般個股如果說 連續性的下跌跌 超過30%的話 或是接近30% 你要小心 因為如果你是用融資買進的話 那很可能就會面臨到 就是融資要去做追繳的一個命運 OK 那剛好很不幸啊 最近這一個禮拜跌了1000點 對 應該已經超過了 一個禮拜跌1000點 欸 加權指數 一個禮拜跌1000點 你覺得個股會好看嗎 一定不美 對 好 所以現在很多個股也是跌得稀哩花啦的 所以就會變成說 有些融資必須要去做停順 是不是可以觀察到 到昨天為止啦 集中市場連續四天交易日 融資做了幾個減肥 那這四個交易日裡面融資減少 128.82億喔 使得融資余額跌破1800億 OK 這個是在集中市場的部分 店頭市場也不遑多讓 店頭市場融資余額是連續三個交易日出現減肥 這三個交易日合計減少了46.04億 讓融資余額跌破600億啊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 所謂的籌碼鬆動的一個表現 好 那這個籌碼鬆動是 是他自願的嗎 他心甘情願的嗎 一定是被動式 他不是 那是因為他就是短信上跌得太深了 跌得太快 來不及去做反應 所以有很多個股就是 必須要融資去做斷頭 所以造成就是前兩天的 有些個股是出現大跌情況 所以我要說的事情是 如果接下來有些好的股票 OK 他的例如說他的這個 基本面不錯 然後呢 但是他這一波殺到這邊 是融資減少的 融資在斷頭的 然後呢他的一個股價 不管是本益比 或者是股價淨值比 都還在相對低檔的個股 很可能就是錯殺股 就是錯殺股了 所以老師幫大家篩選的這些條件 要好好的記下來 老師你剛剛說的那個 股價跌了30%也是在篩選條件裡面嗎 那個沒有 不一樣 那個沒有 因為有些個股是 跌了一段之後呢 往上再做反彈 然後再做這個盤跌動作 那就不一定會有 那如果說短線上面急跌 因為大家會來不及反應 反應 對那這個就很可能就會有 這種所謂的 被迫性的融資要去做一個斷頭 好那我來解釋一下 這四個篩選條件 第一個 累計EPS成長 因為現在呢 已經公告的 今年EPS是第一季跟第二季 所以我會特別去看 如果累計第一季跟第二季的EPS 相較於去年同期 已經有出現成長的這些個股 代表今年其實表現還不錯 OK 再來 這些表現不錯的個股 如果它的本益比很低 有多低 10倍夠不夠低 夠低了 夠低了 10倍真的夠低了 OK好 台北股市大概平均也不會在13倍而已 是 個股大概在10倍以下 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低的 OK 好 那本益比在10倍以下 而且它的融資維持率在130%以下的 代表說它這個已經 瀕臨到這個所謂融資要去做停損的一個門檻了 也有風吹草動可能就會劈啪掉下去 可是這掉下去的這一段 可能就是草跌一段 所以 把這些的一個標例找出來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成交量 最好大於前章 不能太少 對不能太少 那這樣子我們在進出的時候 才不會有這個流動性陷阱 嗯 流動性陷阱 抓到了 好來看一下哪一些是遭到被錯殺的好股票 好 就用剛剛的這個四個賽選條件 好 葵台老師幫大家篩選出來的 八檔一個個股 OK 這其實算是條件蠻嚴苛的 因為今年其實 在去年基期相對偏高的情況之下 今年不要說營收成長 獲利要成長是有點困難的 OK 好我們先看 這個是從這個 所謂的累計EPS YY的成長幅度去做排序 我們發現到 有兩檔個股 它在今年上半年的EPS 就已經賺贏去年 去年上半年的EPS了 分別是台行跟四維行 它累計EPS的YYY 竟然高達百分之 213跟百分之123 倍數成長 怎麼這麼多啊 倍數成長 對 因為去年其實表現得比較差 然後今年其實BDI指數 有往上反彈 所以散裝航運的今年 的一個獲利數字 的確是比較好 那可以觀察到 這兩檔個股裡面呢 化新號的是台行 因為它的股價淨值比 只有0.7 本益比只有5.8 算是非常非常低 非常非常低 OK 然後再來是陽明 陽明它在今年累計EPS 也蠻好的 OK 但是它股價淨值比 是0.8倍 OK 這個是陽明的部分 再來 萬海也上榜了 萬海呢 它在目前的股價淨值比 也只有0.9倍 換句話說這兩檔個股 都是在這個禮拜 不小心跌破它的股價淨值 OK 好 那是有獲利的公司 然後股價跌破淨值 基本上是 比較不合理 所以可能 短期上面一些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這些融資斷頭之後 可能會容易會出現一個強壇 所以在今天可以觀察到 在貨櫃三雄的部分 基本上它們全部都是出現 就是 止跌跟反彈的表現 那我們在電子股當中 有這個 深茂 聯詠 南茂 超風 等等 那我們特別觀察到 像是南茂跟深茂等等 像南茂是股價低於淨值 然後深茂呢 就是股價淨比1.1倍 但是它的累積1PSYY 大概成長94.5% 也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公司 是 尤其呢 我們已經知道 這些基本面的一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要來對照線圖了 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看台航 好 我們剛剛說台航是 散裝航運裡面呢 累計今年 1到8月份 我個人去看 字節數 已經超越去年全年的EPS 所以我覺得它這波跌的 真的是有點冤枉 欸 我獲利數字很好 可是呢 我還被老師打手心 你感到 打錯人了吧 打錯人了吧 對不對喔 可能那個名字寫錯 雙胞胎第一 或者是那個 那個座號寫錯 被老師叫出來打 先打了再說 打發現它會打錯人了 打錯人了 OK好 那你可以發現到 最近這三天跟四天 都是屬於收AK 可是這個黑K 有點不太自然 有沒有 那是水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OK 我跟各位報告 如果一檔個股真的很爛 對 它不會開高走低 喔 不會開高走低 它一定會直接開低走低 就下去了 所以這種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其實就代表說 其實還是有人在怎麼樣 在裡面 去做一個 所謂的一個 撐盤的動作 OK 那融資餘的部分呢 的確有看到在這兩天 這個禮拜 它有往下再去做一個 下探的動作 那融資 現在也不過才 剩下一萬一千多張 所以如果說接下來 如果它在持續的一個 就是融資的減肥的話 那我覺得它在 這個接下來 要去做個落底的機會 就非常的高 嗯哼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也是散裝的四維行 對 台航跟四維行呢 他們都是屬於散裝行業裡面的小船 大家還記得嗎 記得 我們在過去跟大家報告過 有沒有分大船 中船跟小船 那小船主要是載送 這個所謂的一個 古物 大宗物資 那第四季 是他們的傳統旺季 所以他們的今年的獲利數字 表現得不錯 在上半年 我相信第四季也不會差 所以今年他們的獲利的狀況 應該是可以去知道 會比去年好很多 那麼這幾天你的下塞也是一樣 就是本來足底足得好好的 突然因為整個大盤的關係 往下跌的這一段 我個人就判斷他有點被誤殺 有點被誤殺 或者是有點股價超跌的一個情況 那最近這兩天 你看到融資出現這個 往下去做一個就是 停損動作 等到融資短線的停損結束之後 股價很有可能就會出現 直接跟反彈 那來看一下下一個是生貌 好 生貌 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他是做席高 席高 席高就是 我們不管是在這個印刷電路板 或者是很多連接線 他們要去做彼此連接 連接到電路板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會要點那個席高 讓那就是IC連接到電路板上 也是要靠席高 才會黏住 才會黏住 因為你不可能用強力膠 因為強力膠他沒有辦法導電 他一定要用一個可以導電的東西 就叫做席高 OK 他的席高的這個技術層次蠻高的 他又打入到所謂的低軌衛星 你就知道他的一個基礎層次其實是很高的 OK 因為低軌衛星他要求是 可能要到外太空 對 那溫度啊什麼的啊 一些所謂的客觀環境條件 都會要求比較高 OK 那最近呢 他的一個這個股價往下跌 看到最近這三天 融資餘額的部分 是往下去做減少的 但是外資 卻在低檔做買進 所以呢 外資是很識貨耶 外資就是趁著就是這個 股價在跌的時候 針對這種所謂的一個有機粉面 然後呢 獲利數字也不錯 然後北比低於10倍的個股 進場做低階 所以呢 今天這一集 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夠 類似像外資這樣 就是看到好的標的 在大跌的時候 不要跟著其他人一樣 這個文基起舞 不是啦 不要跟著其他人一樣起哄 對不對 瞎起哄 好像很恐慌不要 我們這個時候 一定要盡下心來 就像外資這樣 看到好的標的 本益比低的 獲利好的 來開始去做逢低的佈局 就是要知道自己買進的理由 是的 來看一下下一個聯勇 好 聯勇是在做面板 尤其是大尺寸面板的 Driver IC 那麼先前跌那一段呢 大家就是因為說 因為這個面板的價格 一直在破底 所以呢 大家預期說 那Driver IC的需求 可能也會不好 對 所以股價會往下掉 可是我們從剛剛的 獲利數字來看 它其實並沒有像大家所說的 衰退這麼多 甚至還有EPS 較同期成長 那最近可以觀察到 這三天也是看到融資 餘額持續的一個下滑 但是呢 投信也確實在 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趁那股價下跌的時候 經常做買進 嗯 這也是一種就是 趁著這好股票 下跌 然後是挫殺的時候 進場去做布局的一個情形 老師這邊我想問啊 就是有時候呢 我們股票要跟著外資做 或者是要看投信的布局 這要怎麼分我這張股票 是要看外資還是投信 好 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 外資跟投信 所以他們彼此去看的標的不太一樣 嗯 就他們 就像你喜歡吃川菜 對 我可能是 我可能喜歡是客家菜 的差別是這樣子的 OK 那所以像有些個股 它一看就是屬於外資的菜 外資菜 對 有些個股是投信 它最喜歡認養的一些標的 例如說什麼台光店那種 德維 那這屬於投信愛養的菜 愛養的菜 因為它是中小型股 對不對 那聯勇這種屬於應該 IC設計公司 對 然後呢獲利數字又好 然後是中小型股 這基本上都是比較屬於 投信會買的 當然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外資就不買 只不過在 股價的一個掌控能力上面來講 投信比較願意去拉抬這樣子的公司 對不對 OK 這是聯勇 好 那像剛剛的聖茂 它這可能是屬於這種 所以外資會做布局的 會做布局的 那這種標定呢 可能就比較適合 我們低檔底部進漲 然後報一個波段的操作 喔 報一個波段的操作 老師說到一個波段操作啊 因為現在呢 我們感覺大盤是一天漲一天跌 一天漲一天跌 我們就會想說 這個反彈好像是一日行情 那假設說我真的有一些股票 我是反彈的時候 我要去做減碼 那我是要一天的反彈之後 我就做減碼呢 還是我要一個波段的反彈之後再減碼 如果能夠漲到波段 當然波段後再減碼啦 問題是誰知道呢 對不對 好 不過我這邊教給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Coke 問題非常好 我覺得一個像樣的反彈喔 它基本上一定要想辦法去 突破五日均線啦 突破五日均線 對 如果五日均線都站不上你 你跟我談什麼波段反彈 對不對 五日均線是觀察重點 對 所以看看能不能夠在短時間之內 先站穩五日均線再說 嗯 站穩五日均線 那很可能五日均線就會有機會走平 五日均線走平之後 你才可能去做足底 才有機會走出波段反彈啦 好不好 所以第一個 低檔有沒有出量 有沒有多方量 再來就是它有沒有辦法反彈 然後越過五日均線 這個是我個人會去觀察的一個指標 是的 你看 大家有沒有發現 老師一來呢 我就抓了老師緊緊的不放問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問題 因為老師來呢非常難得 因為每一次來呢 這些股票呢 還有這些操作的技巧呢 都是非常寶貴的 當然要好好的把老師抓住了 好 那也要記得呢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上六點半 準時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歡迎大家一起來收看 也要記得按讚訂閱留言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的資訊 但是呢也非常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操作順利 在這邊也非常謝謝維泰老師 謝謝Coco 謝謝 掰掰 掰掰